人生如戏,关键还看演技,各位好,我是黄河边,今天是2018年的8月16号 刚才收听收看了文贵先生的维稳报告 非常的鼓舞,非常的振奋,非常的激动 文贵昨天因为香港警方把他的基本上的账号全部给封掉了 涉案金额差不多是40多亿 大家也知道文贵没有那么多钱 他在16年的时候,他在福布斯榜上的钱也就是20多个亿 那么这些钱当中肯定是由,比如说代池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拿来洗钱的那些钱,现在是一锅端全部封掉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文贵积极忙忙站出来 进行了一场维稳报告 为什么要维稳呢?他要稳定军心 维持秩序啊,所以这叫维稳报告啊 而且呢,文贵呢,从今天的长达数小时的这种报告当中呢 看出呢,文贵还真受了点刺激 不过还好,整个的报告内容应该说呢 基本体现了文贵一贯的作风,那就是硬撑啊 轻点啊,轻点 硬撑,硬撑 那么今天呢,文贵的这个维稳报告呢 大致啊,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首先第一 不差钱 第二 跟着文贵赚大钱 第三 跟着文贵有大礼 第四 文贵中南海里面有大关系 而且今天呢 我们文贵的老领导正式浮出水面 一会儿我跟大家好好讲一讲 好 今天呢 我就来叙述一下啊 哎呀 告诉大家 这个听文贵这个讲话呀 确实是个力气活 哎呀 我听到第二段的时候 真是差一点睡着 没有办法呀 我是硬撑着呀 哎呀 后来又 又吃了两片避孕药啊 孕的药啊 然后再勉强撑了下去 所以啊 哎呀 这个伤神啊 伤神 他说了我戏锅之后吧 整个体重啊 哎呀 减了十公斤呢 好了 我们先说第一项 叫文贵依旧有钱 今天文贵呢 在他的视频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 就现在文贵啊 被收走了 被查禁了啊 差不多十几亿 小菜小菜 文贵要差 差的钱是多少呢 几万亿还差不多啊 就是现在文贵这点实力啊 什么住豪宅 坐游艇 上飞机啊 一千年都花不完 听一下 我也不是不差钱 那差个几十万亿美元还是缺的 几十万美元 打官司 吃饭 坐游艇 坐飞机 坐豪宅 这一辈子需要的钱 买衣服 再花一千年也花不完了 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文贵的大毛病啊 我跟你讲 他就是跟一帮吃不上饭的人炫富 然后呢 让那蚂蚁帮的人呢 哎呦 流着口水在看他呢 早晨吃龙虾 吃鲍鱼 吃海参 吃鱼翅 没什么意思 而且呢 关键是旁边还有一个啊 战战兢兢的美女在旁边做应事啊 哎呀 以前在河南 在河北 还是在哪里的这个毛病啊 还是没改 这个东西要改 估计有点难 而且呢 现在呢 你说 你一个上了福布斯榜的人曾经 你去跟一帮子小蚂蚁们炫什么富呢 有啥意思呢 而且还说了啊 这个海外民运或者是海外什么其他人 一百块钱就要把家里的老娘都卖掉 那么胡说八道嘛 再说了 你文贵能一无所有吗 你有的是钱呢 是不是 文贵是不可能一无所有的 至少还有病嘛 对吧 那么第二点呢 这个跟着文贵能赚钱 今天呢 文贵第一次啊 披露了 跟着文贵搞那个造谣平台 专门播放文贵骗人的这些啊 视频的发的大财了 听一下 小哥一个月我听说现在拿将近几万美元点击费 路德一个月现在拿了六七万 你一点都分给你过书啊 都不给我点点杯咖啡 我那咖啡都自己花钱买的 这就叫做造谣挺锅黄金万两 砸锅戏锅 哭颠喊娘 我就想了 这个他就不不就是那个文贵 把他的那些啊 这个胡扯的那些视频吗 交给他的造谣平台 切成啊三分钟五分钟一截吗 然后就赚钱吗 哎呀真是挺锅细锅两重天啊 怎么老黄我弄了半天才千二八百的 人家一个月就是六七万啊 在这个示范效应前面呢 老黄我多多少少也是有一点惭愧呢 哎呀这个细锅搞了一年半载了 那么弄得越来越穷了啊 你看人家跟着文贵啊 这个卖点良心 然后呢去骗骗那些小蚂蚁 每一个月每天呢就是每天就是两三千啊 所以啊 还是骗人赚钱啊 至少是跟着骗子骗人赚钱啊 帮着骗子骗赚钱啊 第三呢 文贵今天啊 宣布了他要花七千万块钱做战袍啊 然后呢每一个挺锅的骨干啊 一人六套 哎人说这边一人要六套干什么呢 那解放军正规部队嘛 也是春夏秋冬四套 这文贵 一个样式的六套 有钱 有钱的人 你去干扰他干什么呢 是吧 文贵说了 他是这个战袍呢 本来大家也知道是一千块钱啊 差不多是一千块钱啊 后来呢 好说歹说呢 这个钱也降不下来 因为这个材料成本摆在那里嘛 后来这一次呢 文贵说了 同样材质的呢 只要二十六块了 哎 后来文贵觉得这二十六块 体现不出我们郭战军啊 这个郭战友的这个风采啊 然后呢 他就找了一个三百块钱材质的 加上这个其他的费用是三百五 我们做二十万套啊 我没说错啊 我们可以听一下 说这这一个人就是六件啊 其他人就是一件啊 这样的话就这次二十万件 现在呢是用的那个秀秀的啊 黑黑黑白配黑 然后黑配金 你看看文贵就是大手笔啊 六千万不是六千万 七千万啊 这是文贵自爆料革命以来花出的 花出的一笔巨款啊 因为之前呢 我给他算过的啊 七七八八全加在那一起啊 整个花了四十万块钱 就不到了 因为有一些都没算嘛 啊 或者说是没有发出嘛 因为没发出 老是账号写错 结果呢 把账号给封了嘛 说到这个账号封 我要说一下啊 哈哈哈哈 记得文贵在今年两月份还是三月份的时候说呀 这个澳洲啊 说是有一笔一百万的巨款呢 是因为邱博士啊 把那个账号写错了 结果呢 导致呢 文贵的那个汇款的账号被封了 现在弄清楚了 那个被封的那个账号呢 是今年七月份的事情 文贵说的是今年二三月份的事情 文贵啊 你骗了邱博士了吧 邱博士可是老实人文贵 你可不能戏弄他呀 啊 他是跟着你准备一直跟着到退休 一直跟着到最后挺不动的时候的呀 人家是可以忠心耿耿啊 以你为师啊 放着博士不管了 人家愿意跟着你这个小学毕业生 拜你为师 是跟你做你的这个领导下的一只啊 博士蚂蚁 但是呢 你骗了他呀 你是去年七月份的账号啊 你怎么说是今年二三月份 邱博士搞的嘛 是吧 啊 不去说他了 哈哈哈哈 阿贵呢 今天还讲了一下关于他帽子的事情 说这个帽子呢 现在分发量很大 呃 然后呢 呃 这个中国大陆呢 是一抢而空 啊 现在呢 他手里已经没有什么存货了 啊 Sara那边呢 还有一些 咦 我就想了 当时不是看到一共是有十来箱吗 点来点去 全部加在一起 也就是 一千多顶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 锅蚂蚁的一些骨干 带在头上的 点来点去 都不超过50个人 哎 结果 文贵说了啊 这些东西啊 全部发发出去了 而且最近又要弄弄进来30箱啊 这30箱呢 呃 而且呢 马上还要加一 不是加一 就是马上还要加紧定做多少顶 二十万顶啊 二十万顶 没说错啊 其中呢 十六十六万顶呢 是全部发在大陆和亚洲 剩下两万顶呢 到美国这边 哎 文贵没有说 这个十六加二十十八 还有两万呢 他他没说 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文贵他这个说话是张口就来嘛 哎 这个已经是 哎 这变成他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啊 已经变成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了 因为他是想说到哪算哪 想骗到哪算哪 所以呢 他这个二十万顶呢 其实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包括他的这个二十万啊 这个服装也是一个啊 这个路子 就什么呢 就是 你怎么发出去啊 你是怎么发出去的呀 你的帽子是怎么发出去 二十万顶可是一笔很大的一个啊 运输量啊 你怎么发出去的呀 我怎么在温哥华所有的这个挺国后援会 原来的这个人员当中 包括现在明庭暗庭的人当中 我至今都没有看到有人弄到你一顶啊 你这个分布也太不平衡了吧 温哥华是五十五万华人啊 你怎么都没有 那怎么照也得弄个五千顶过来嘛 对不对 五千顶说多了 那一千五百顶的主要的吧 哪一天叫他们弄个三人五十的人到体育场 我给他们拍个照做个节目去啊 阿贵啊 不要再撑了 差不多了啊 你能举一百公斤的杠铃 你举了五百公斤了 哎 杠铃一砸下来 哈哈 肋骨全要断 阿贵这个维稳报告的第四部分呢 还是他那个传销的老一套 因为传销呢 他有一种说法就是 你反正只要买了这个产品 你也不用推销啊 那么你呢 在家里坐等呢 哎 这个钱就来了嘛 那么 我们贵呢 今天呢 又继续来一套了 就说呢 不要抵抗 啊 你们抵抗 就是老鼠拿炸药包啊 一炸 炸死自己 你就等着 等着我把假料爆完呢 中国的法治就建立起来了 一个新中国就诞生了 天安门广场老毛的像 换成老郭的像 我们来听一下 国内的战友们 一切安全第一 你们任何争取都是徒劳的 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保护好自己 好不好 不要做傻事 更不要和任何人抵抗 他们那一阵子里边 兔子 这个老鼠拿手榴弹 在窝里边搞恐怖 但早晚一天炸死了自己 他早上就松手啊 他松手那一刻就啪 就炸了 你别去惹他去 你惹他干嘛 我发觉文贵呢 他主要是吃啊 这个五一共振 李一平跟吴建民的醋 因为呢 他们觉得呢 最近这段时间啊 就是文贵他发现呢 哎呀 他的气势已经 快要被吴建民跟李一平 他们压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正好最近大陆呢 各种维权行动是风起云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哎 这个 阿贵他就想了 哎呦 你们这么一搞啊 那谁来看我这个报假料呢 所以呢 他现在要把这个吴建民啊 不是前两天 把吴建民骂了个狗血喷头吗 是吧 他要把吴建民的声势压 压一压 但是呢 阿贵啊 你靠骂街不行的呀 你靠骂街 你能够显现自己多少大的本事呢 尤其是像你这种撒谎沉浸的人骂街 说白了吧 我们在旁边看的人呢 都觉得吧 哎呀 真的是 如果吴建民跟李一平要接你的这个茶 我觉得有点丢分 真的有点丢分 就像你这样 一个视频 一个小时当中要骂遍二三十人 哎呦 真的是 我都帮你觉得累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说隆重推出啊 第五点 那就是 他的维稳报告的最后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 我和老领导是哥们 那么以前呢 大家都知道 龚文贵老师提到这个老领导老领导 今天呢终于把这个老领导的身份呢算是公开了 而且呢 公布的比较具体 在现任常委当中排名第三 文贵 我又要说你了 我一再敲打你这一句就是什么呢 你牛逼吹的时候 你不要吹的那么具体好不好啊 你跌就跌在这个具体上 你死就死在这个具体上 你一具体嘛 你就完了 我们来听一下 现在常委里边的前三号人物之一吧 结果这哥们儿到了北京 有一次突然我打电话 说问你在哪呢 我说我现在在西山呢 能不能过来一下 跟我一起吃个晚饭 我说不行啊 我今晚上在西山 陪另外一个首长 我一说谁 哎呦 那天好 这首长 我说庙刚盖好 因为西山上面盖了个新的庙 我说我在那给他喝酒 就那天晚上我喝多了 喝大了 喝钻片了 他说你要来 那这样吧 我正让我约你 咱们 这个跟一位 中国第一杯酒喝酒 他说那是中国最美的美女 其实在世 我说谁呀 张玉凤 哎呀 我说张玉凤就别喝了吧 我说那毛主席的女人哪 别喝了 哎呀 文贵呀 那皮肤好的呀 那长相啊 那可了不得呀 哥们喝多了 过白事半天 这个人现在就在常委里边 你说这人 你说这共产党的官 你能相信吗 这郭文贵的最大的毛病呢 他总是把他自己在的 那个新媒体的这个平台呢 当成是他河南农村的田梗上面 然后呢 把这个所有的锅蚂蚁呢 当成是那些文盲的老头老太 而且是那些农村的老头老太 这下子完了 你看看 哈哈哈哈 把政治局常委弄成是一个称兄道弟的哥们 你说说 有这样吹牛的吗 人家政治局常委打电话通知他 来叫约他喝酒 他还没空 这天底下有这个道理吗 这个郭文贵 你这个吹牛 哎呦 我不是说你啊 文贵啊 你如果这个桥段要编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一共电视剧30集 你到一集办 你就已经是被 哎 剧作家已经安排 已经是车祸什么的 已经死亡了 因为没办法编下去 一编下去 人家要走的 要换台的呀 没人看你这个电视剧的呀 你在电影里面一个半小时 像你这种骗数 基本上前15分钟 你都要因意外消失 否则的话呢 这个电影是没法卖座的 但是你呢 一直坚持了一年半 啊 至今呢 还在撑着 政治局的常委 啊 还在你面前喝醉了 喝高了 带着个美女 跟你来点婚段子啥的 啊 还想路飞飞 啊 要跟老毛的什么女人啊 要怎么着了 文贵啊 你路边八卦的小说看多了吗 也不至于落下这个毛病啊 你这个骗锅蚂蚁吗 我相信99%的人是不相信的呀 你问问那个曹老师 曹老师就是因为原来原老师 原教授啊啊 跟李克强什么拍了一巴掌 还是打了一拳的 那那曹老师是一直质疑啊 没有这种事情的啊 这种事情你要拿出证人来的啊 但是你这个段子和原老师的这个段子比起来 你这个段子不是更离奇八卦吗 你是完全没有补了呀 另外呢 郭文贵呢 今天还强调了两点 一个呢 他依旧是美国公民 啊 他是美国公民 啊 我们不信 来听一听 当时你说你是美国公民 美国护照 那现在发现你不是美国护照 我说你你验过我护照吗 你验过我护照吗 你有权利让我出示护照吗 没有吧 没有 没有让你闭嘴 所以文贵说了 他是美国公民 我就是美国公民 我就是 就是 就是 气死你们 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香港这个这个账号被封之后呢 文贵确实他需要有一种感情的一个排泄的一个方式 那么跟郭蚂蚁们的聊天呢 已经变成是他松弛啊 自己的这种精神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所以呢 郭蚂蚁们还是有效用的 对推动中国民主是没有用 当帮着一个骗子呢 能够舒缓他的神经啊 能够慢慢的使他呢 从一种非常非常啊 这个不正常的状态呢 有所慢慢恢复呢 你们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啊 我相信阿贵呢 通过呢发这个服装啊 发这个帽子啊 这个作为一种感谢吧 你们也是啊受之无愧 那么今天下午呢 我也做了一个网络的调查 我就问了 这个文贵说了要做二十顶 这个不是二十顶啊 就是要做二十万件这个服装 然后呢 分发给每个人 骨干的呢 一人六套 你们觉得这个第一 纯属忽悠 第二 肯定兑现 第三 有待观察 第四 不感兴趣 那么后来呢 只有百分之七的人认为呢 你这个服装呢 是肯定会兑现的 当然了 我在网络上做的调查 不一定有很高的准确性 啊 啊 那么再说了 你发那个服装 我也捞不上一份啊 所以呢 我只是一个啊 戏锅嘛 我就是一种游戏的心态 来看你这个骗局 是不是最后呢 呃 又是调戏了 贯文贵的蚂蚁吧 阿贵今天的维稳报告呢 总体上面来讲呢 基本上是沿用了 啊 以往的一贯的风格了 啊 那么我总的来说呢 我是说这个文贵啊 呃 现在首要的任务呢 还是要稳定自己的情绪啊 不至于呢 要花个七千万块钱呢 呃 去做什么 二十万套的那种服装啊 说白了 你要做二十万套服装呢 我相信啊 其中90%呢 应该是在库里的啊 那10%呢 有可能会发出去 但是呢 你要真的找两万个人来接你这个免费的服装呢 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啊 因为一个信用破产的人呢 其实是很难再有什么新的承诺 让别人呢 感到兴趣的 就像我的一位朋友啊 这个今天下午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呢 他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呢 上帝把智慧啊 撒满人间 就是他那个郭文贵 天天打着一把伞 报假料还在继续 戏文贵还得努力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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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